沙利文改口称,中国买俄罗斯的石油没问题 这个态度的转变,绝非示弱或示好,而是无可奈何 自俄罗斯在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动了1.2万项制裁 其中的重点又是禁止俄罗斯的能源出口 中国对制裁俄罗斯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不参与 统计数据显示,从1月到4月份 中俄贸易额达到了510.9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5.9% 在俄乌开战之初,美国曾对中国保持对俄高水平贸易非常恼火 甚至无端警告中国不要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援助 近日,针对美国媒体炒作,中国与俄罗斯讨论增加对俄石油采购 以补充石油战略储备的消息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发表评论时却态度异常缓和 沙利文说,美国是自己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 但并没有禁止俄罗斯卖石油给其他国家和地区 因此,其他国家和地区选择进口俄罗斯石油 以美国的制裁政策并不冲突 美国没有发现中国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 没有发现中国在军事上支持俄罗斯 对沙利文的上述言论可以理解为 美国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加大石油贸易没有问题 美国不反对 有人认为沙利文对华释放缓和信号 是美国意识到乌克兰问题自己搞不定 所以希望试探中国的态度 也可能担心拜登亚洲之行引发中国的误解 拜登声称此行并非寻求对抗 那么问题来了 沙利文表示中国买俄罗斯石油没问题 真的是向中国示好或者示弱吗 并非如此 首先美国根本就管不了中国是否从俄罗斯买石油 美国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的制裁 对中国没有任何约束力 基本上无法禁止中国买俄罗斯石油 所以沙利文只不过说了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 而不是示好 其次中国从俄罗斯大量购买石油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国内严重的通胀 如果中国不从俄罗斯买石油 就得从中东南美等地大量采购 俄罗斯每个月700万桶的石油产量一旦从国际市场上消失 美国自己的通胀就越发不可收拾 再者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如果中国不买俄罗斯的石油 世界原油市场必将发生动荡 也必然会大大增加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 而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价格也会随之上涨 最终通胀会传导给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 最后美国想要的是一个遭到削弱的俄罗斯 而不是把俄罗斯逼上绝路 毕竟俄罗斯手里有大量的核武器 逼急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这是美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也就是说美国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 并非是要把俄罗斯政府搞垮 必须给俄方留一定的余地 美国更关注的是中国是否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 以及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所以美国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 也需要把握一个度 另外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国家 也都在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 欧洲国家甚至还需要使用卢布结算 向俄罗斯采购天然气 嘴上喊着要自裁 身体却很诚实 所以我们不必把沙利文的 不反对中国采购俄罗斯石油的言论 当成是示弱和示好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重要的一级 美国根本就管不了也无权管中国的事 他阻止不了中俄之间的正常贸易 何况不管美国怎么闹腾 他也不可能真把俄罗斯政府逼上崩溃的道路 由此可见 沙利文的上述表态 其实是根据美国自身的利益 所做出的无奈之举 我们听听就好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